今天我要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有关于个人成长的,名字叫《你的幸福曲线》。 重新认识中年危机,通过观念的调整和有效的修炼,摆脱中年的空静,获得人生的幸福是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你觉得自己幸福吗?你是否已经陷入到了中年危机的漩涡? 其实,年龄和幸福指数存在着奇妙的U型关系,所谓的U型关系就是在年轻和年老时,我们普遍感到幸福,而在中年却幸福感最低,但是中年就一定会陷入焦虑,无助而无法获得幸福的状态吗? 本书的作者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以专业的调查研究为一句深度剖析了中年危机的原因,并向我们分享破解中年束缚。 走出中年空静的方法。 本书的作者乔大森·劳霍毕业于耶鲁大学,是美国著名的智库布鲁斯经学会的高级研究员,幸福曲线里弄得提出者。 他的作品多次被评为美国杂志写作佳作,美国科学与自然写作佳作。 下面,我会用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你讲述书中的精髓。 步入中年的我们会发现在生活上没有了年轻时的激情,在工作上常常会陷入职业焦虑,还要开始面临父母的老去,儿女的成人和自己的衰老。 那么,中年人是否就只能升线与低谷,有没有办法触底反弹走出这种空间呢? 关于这些问题,这本书告诉我们,中年危机不过是我们给自己设下的枷锁,幸福感其实是心态的选择。 当我们找到中年危机的原因,重新认识中年危机的时候,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既然如此,我们要如何正确地对待中年,才能获得幸福呢? 接下来,我将会带领大家找到陷入中年危机的三个深层次的原因,通过破除中年束缚的三个有效方法。 积极树立良好的心态,并给大家介绍三项修炼指南,带领大家成功地走出中年空间。 第一个部分,陷入中年危机的三大深层次的原因。 年龄越长,我们就会越难感受到幸福,尤其原因是对这个阶段的自己认识不足。 所以,要想破除中年危机,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陷入中年危机的三大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存在满足障碍。 众所周知,增加收入可以带来幸福感,但当我们本人和身边的人收入一样的时候,只有继续不断地提高收入才能感到幸福。 其实,决定幸福的主要因素是社会因素,而不是物质因素。 有研究表明,如今的人们普遍没有五十年前感到幸福感,那时候的人们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也能感到幸福, 就是因为抛开了物质的束缚,去追求融洽的亲密关系,充裕的思想精神和契合的价值观。 第二,产生中场焦虑。 中年危机一则最早出现在1965年,当时加拿大一位精神分析师 在文章《死亡与中年危机》中写到,中年危机不只是发生在创意天才的身上,每个人都会表现出来,只是形势和程度不同。 年轻的时候,时间就是我们的资本,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冒险,去编织梦想的宏图。 可到了中年再回首,我们却不得不承认,有些事是真的无能为力,有些理想是真的无法实现。 中年人时常会觉得孤独,因为他们一睁开眼睛,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却没有他们可以依靠的人。 所以在人生的中长时间的紧迫感令人窒息,挫败和不甘被无限地放大,中年人不得不陷入用焦虑编造的牢笼当中。 第三,掉进期望陷阱。 当一个人在家待业时间很长,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就容易陷入一种情况不可逆转的自暴自欺当中。 这就是掉定了期望的陷阱,当期待和现实不匹配的时候,因为失去了年轻时勇往直前的魄力,也未达到年老时一切皆俘庸的佛系,所以往往会缺失乐观的心态,进入做不到,不可能,算了吧的,强烈的自我否定状态。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不仅发问,人到中间就真的无能为力?只能任由生活推着我们向前吗?当然不是。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产生中年危机的三大原因都来自我们对自己的禁锢。 想在中年也获得幸福感就要先和自己达成和解,转变心态。 接下来的第二个部分和第三个部分就由我来为大家详细的说明解决方案。 第二个部分,破解中年束缚的三个有效方法。 想和自己达成和解就得做好认清自己的准备,击碎我们自己编织的谎言。 对此,做这罗列的三个十分中肯争切的方法。 首先,正确评估幸福。 每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都会一样。 有的人会觉得情感幸福更重要,他们享受着美好情绪带来的满足感。 而有的人更在乎长远的整体性的幸福体验。 比如未来十年家庭成员是否都健康,工作是否都顺利等等。 所以,我们要从自身出发,从以下三个大的方面来评估我们的幸福值。 第一,社会支持。 即,我们在社会上可以有人依靠,而不是飘零无助的浮宫英。 第二,自由。 我们的人生大部分可以自己做主,那么幸福之会相对较高。 第三,健康。 任何事物在健康面前都不值一提,病骨之力又何谈幸福呢? 其次,击碎危机谎言。 中年危机本质上与常被提及的生财、焦虑、容貌焦虑一样,是被社会吵出来的。 幸福悠行曲线让我们知道,中年时期只是我们必须经历的自然阶段。 因此别把中年看成人生的危机。 尽管这段时间令人烦闷、沮丧, 但只要我们放下精神的负担,鼓起勇气去面对, 就会发现情况其实没有那么糟糕。 最后,重新效忠期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很多时候都是自雄烦恼,如果对自我认知有错误, 我们的期望值就会不符合时机。 要想获得幸福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缩小期望差距。 电视剧《小舍得》的田宇兰正是把自己的全部期待都投射给下一代, 往下通过儿女的成才来达到她的人生预期。 于是,她对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实行高压的管理, 最终弄巧成拙,导致家庭破碎。 到了这个境地,田宇兰才意识到放下莫须有的执着, 缩小期待差距有多么的重要。 第三个部分,走出中年空静的三项修炼指南。 以上三个发法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为了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幸福, 真正走出中年空静, 我们需要从智取、自助和他助三个层面来完成彻底的自我修炼。 首先我们来看智取, 也就是学会计算幸福的性价比, 每个人所处的人生阶段不同定位幸福的能力, 也不同。 如果中年时期我们在执着于以前固有的想法, 就会因为和现实的冲突而变得疲惫不堪, 倒不如重新定位自己的幸福观。 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 在这条赛道上拼的不是谁跑得快, 而是谁能跑得更远。 学习应用自己的智慧, 计算幸福的性价比, 才能让自己过上高质量的生活。 第二, 自助, 也就是学会加强内心的自我修炼。 说到这里, 我们会发现, 中年的空景大多源自内心的期待和与外界的比较, 既然如此, 就应该加强内心的自我修炼。 首先, 要打断内心的批评声, 我们年轻的时候乐观积极, 通过反省批评就可以避免误入歧途, 但中年时, 本就容易陷入悲观, 这时候就更当应该提醒自己, 我今天这样还不错。 其次, 合理向身边人展示你的空景, 中年人心高气傲, 会不自觉地隐藏内心的真实想法, 负面情绪逐渐积累, 就会像气球一样, 充气时间长了就会爆炸, 所以可以适当的像你爱的人展示脆弱的一面, 释放自己的压力。 最后要活在当下, 学会去切断对过去或者未来的思绪, 享受当下每一天的时光, 去雄找眼前生活中的乐趣。 第三, 踏住, 也就是和社会构建关系。 互帮互助, 共度难关, 我们之所以感到无助, 是以为自己在孤军奋斗。 当发现身后站着支持我们的人时, 就会感到自己并不孤单, 所以通过加入同一类人的圈子, 寻找合适的情感帮助, 构建与社会的联系, 就会发现, 我们可以在同一类人的帮助下重获兴生。 读到这儿, 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 下面我来为大家总结一下。 中年时期, 我们的幸福感陷入低谷是不可避免的, 但这是必经的人生阶段, 当我们能够破解满足障碍, 中场焦虑和期望陷阱的三个大问题的时候, 就会发现, 中年也能迎来更多的幸福和生机。 以上就是你的幸福曲线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希望大家听完之后, 能够真正与自己达成和解, 找到独属于你的中年幸福。